香港第三波疫情来势洶洶,为应对疫情,特区政府与社会各界同心协力,不断收紧防疫措施,继续落实多种措施,力头尽快压制,为避免人群聚集,特区政府参考多个国家和地区经验,决定推迟第七届落法会选举,得到中央大力支持。 11日,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別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定,香港社会各界纷纷表示,此举有助于保障公共安全和市民健康,各保选举在公开公平情况下进行,中央政府派港的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和内地方仓医院支援队全力协助管港抗疫。 7日上午,港方检测工作组与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支援香港提升病毒检测,并进行大规模免费社区检测事宜。 对此,华大基因还在12小时内火速搭建火眼实验室,助力管港全民检测。 7日,特首林郑月娥宣布病毒检测采取三款齐下,包括病学检测,特定群组检测,及全民自愿性,普及社区检测, 全民自愿免费检测得到了社会国家的普遍封营。 为配合全民检测,香港义工联盟表示,要派出万名义工在全港各区配合服务基层市民和约细群体。 9日,由香港42个政权、社团、商会等组成的香港建设力量举行8个会,呼吁全社会放下分歧,集中力量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守护共同家园。 多谢国家,多谢中央派遍医疗部队,来支援我们香港做好防疫抗疫的工作。 很欢迎你来到香港,健康、平安,和你们的工作送来。 多谢国家,多谢中央派遍医疗部队,全港市民是支持内地医护,同心协力不分比钱。 向内地的医疗支援队致敬,一千担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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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